好,在这一边,它说R'是R的Image under Transformation 然后它叫你Determine the following transformation is an isometry, if yes, state the type of transformation so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它两格变四格,两格变四格,这一个其实它是放大 放大的话呢,它不是Isometry,Isometry是什么东西呢?Isometry就是Congruent Congruent是什么?Congruent就是Isometry 这样什么是Isometry呢?Congruent呢?什么是Congruent呢?Isometry Isometry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是全等的 全等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的那个Same Size 然后还有它要Same Shape OK,就是说它的那个形状和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Isometry OK,所以我们要懂什么东西是Isometry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它是同样的大小 还有同样的形状 所以你看这一个是Isometry 然后它是reflection in the line PQ 它是以PQ为镜子反射 OK,所以这个是Isometry 然后它是以PQ为镜子来反射 然后接着旁边这个呢,它其实是Enarchment Enarchment的情况之下呢,它其实不是Isometry的 OK,它因为它大小都不一样了嘛 然后这个它是Enarchment来的 然后Enarchment呢,你到了Fenfy的时候才会学 OK,但是我的学生我Fenfy就教它们了 Enarchment的话呢,它不是Isometry 然后它是属于Similar 僵致的形状 OK 然后这边这个RQR'的时候呢,它是Translation Isometry Isometry Translation -3 OK 它是Translation 它那边写Translacy Translation OK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K 好 然后接着这个呢,它是reflection 反射,reflection in the line Y等于X 这一条线呢,这一条线是Y等于X 为什么这一条线是Y等于X呢? 你看啊,它经过的点是什么呢? 它经过的点是那一边,它经过的点 这一条点是00112233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一些点都是一样的 它的Y的部分跟X的部分一样的 -1-1-2-2-2 所以它的Y等于它的X Y等于X是这一条线 所以在这一边呢 你的那个直线的equation呢 你要在Form3 Chapter 9的时候 你的那个Y等于MX加C 像这个,我的M 我用3322 我的M就会是3-2 比3-2 然后它变成1哦 然后1除1,1哦 然后它的C是什么呢? 它C是0 所以Y等于E X加0 所以Y等于X 所以这个就是Y等于X OK 然后你在这边Y等于X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一个 这边Y等于X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Y等于X 然后在这一边它经过的点是00112233 你看 它的X跟Y的号码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样它就是Y等于X 然后就会有学生问哦 老实讲Y等于-X是怎样的 Y等于-X呢 在这一边 这条线就是Y等于-X 那这条线就是Y等于-X 然后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就有1-1 X等于1的时候 Y等于-1 X等于2的时候 Y等于-2 OK Y会是等于X的negative 然后在这边 我的X等于-2的时候 Y等于-2 2 所以Y等于-X OK 这一条是Y等于-X 所以很多学生他都会有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的Y等于X呢 是这样的 然后Y等于-X呢 Y等于-X呢 它的graph是这样的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它经过的点 可能它有1-1 然后它还有-1-1 所以同样的 我用 你看它的是它的negative 我的gradient是什么呢 我的gradient用-1-1除1-1 然后-2除2等于-1 然后它的C是0 因为这边是0 0 所以Y等于-1 X加0 所以Y等于-X 这样 这一条线是Y等于-X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说 Isometry 然后它是reflection on in the line Y等于X 或者是reflection in the line that pass through-2-2-2-3-3 这样 这个是另一种讲法啦 这个是它不会用Y的 EX的方法的人来讲 可是 你学了FORM3第9课的东西 你一定要会这个 然后这个呢 它是反射 这个是rotation OK 它是rotation 90度逆时 center在这一边 你这一边就两格 三格 三格 两格 然后两格 二四五五格 二四五五格 两格 这样 它这一边这样转过来 它的center是在这一边 OK 其实这一个你要把它 找出这个center of rotation的 是 要两 pair的perpendicular bicycle 你在这一边 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它转过来的时候呢 它这个会变成A' 这个是B' 这个是C' 然后 如果我在这一边 我要找的是它的 那一个center of rotation的话 OK 上这一边它直接给我center of rotation 是22 然后如果我不懂center of rotation 是在哪里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东西 找出来的话呢 我需要的是 拿两 pair of perpendicular bicycl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原规 首先我拿A跟 A跟A' 所以我插在A 然后我就转一圈 然后插在A' 然后我也转一圈 然后我也转一圈 然后这个时候我拿 这个 跟这个连接起来 这个就是它的perpendicular bicycle of A跟A' 接着我的这个 我换它的颜色 OK 我换 紫色吧 好 来 在这一边我拿B跟B' OK 我插在B 和B' 这一边 所以我插在B跟B'的时候 我画一圈B 然后还有画这个 插在B' 画一圈B'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它的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 这一边这样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什么了 OK 其实我应该是上面一撇 下面一撇 上面一撇下面一撇 这样它就会比较干净 可是因为我圆归要画 上面一撇下面一撇 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就直接画两个圆圈 呃 看起来会比较乱 可是呃 我的答案呢 它还是可以拿得到的 OK 就是说答案是在这一边 这样 我只拿我要的部分 它会比较清楚 我只拿我要的部分 它就比较清楚 在这边 OK OK 好 所以我拿我要的部分 它就比较清楚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就可以拿到它 这个哦 所以它就是 Center 在这边 90度逆时 90度 逆时 对 90度逆时 Center 在22 这样 好 这一个大小都不一样 所以它就不是Isometry 就是这样 OK OK 太多了